iPhone16 例如說你們現在手上已經拿到了 有特別感覺嗎 對我們做影像的人 這也是幾個升級的重點 他拍照 他多了一個拍照的尿 對 那還有加上裡面這個照片 可以調整他的攝影風格 我覺得比較喜歡就是 這一次的處理器 跟他的散熱做的比較好 三則你有覺得很驚豔嗎 我其實是還好 你覺得還好 我不會怕 這樣還好會難嗎 新聞幕後聊新聞 這裡是由TVBS連立媒體 所製播的POKA節目 新聞幕後 我是LuLu 下達阿魯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我們每天都會用到的手機 最近跟手機有關的新聞 就是iPhone16才剛剛推出來 有些人可能手上已經有了 然後我看到最近 有些開箱的影片已經出來了 有些人覺得好 有些人覺得不好 但同時在跟iPhone16 我印象中幾乎是同一天發表的 是華為的一個三折疊的手機 也引發了蠻多的話題 我記得我原來播接著新聞的時候 還說因為它是限量 好像第一批只有100萬吃的樣子 所以在大樓市場就引起搶購 網路上就開始出現黃牛 聽說黃牛價最高炒到了 40萬台幣左右 結果沒有隔幾個禮拜時間 那個價錢就往下掉 我覺得這種消費性的3C市場 其實是還蠻有趣的 每天都在用手機 但我對於手機這市場有很多的困惑 今天要找專家來跟我們聊聊 歡迎蘋果爹 謝謝主播 謝謝 我不是專家不是專家 對 可是你自己在YT上面已經累積很多流量 主要都是在討論這些題目嘛 對對對 比較著重在3C類 所以你已經應該就是有iPhone16在手上 有有有 我們現在旁邊有兩支iPhone16 你還真是在線上 對對對 我完全是永遠不是泰山耶 所以它最大的差別就是從外觀上看起來 就是鏡頭變直了是不是 對 如果講一般的iPhone16系列 就是它數的話 它鏡頭排列變成直的 15的時候還又是寫的嗎 還是寫的 對 因為我都是很早 就是我14嘛 對還是寫的 所以我還不曉得失誤是不是寫的 然後另外的比較明顯可以看出來 可能側邊有多一個按鈕這樣子 對 喔側邊有多一個按鈕 OKOKOK 所以你自己的頻道叫蘋果爹 是因為你只關注蘋果相關產品 其實一開始叫做萊卡爹 一開始是拍相機的 因為我自己喜歡玩萊卡的相機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 覺得好像那樣的內容不夠多 那我自己就是 其實用蘋果東西大概從大學用到現在 大概20多年 那等於是差不多剛開始有的時候就開始用了 大概假如是剛回來的時候這樣子 然後出iPad前這樣子 OK 然後我第一個蘋果產品其實是iPad mini 喔還不是手機 還不是iPhone 還不是手機 對對對 然後後來才開始覺得說蘋果使用的介面 因為開始接觸到他們的軟體 覺得說軟體設計的背後的操作的思維非常好用 對 然後想說那我也要買他們的電腦看看 對 然後就買第一台iMac G5 然後慢慢就一直用到現在 對你講到那個iPad mini 我記得在我以前那個時候 那個也是很厲害 非常顛覆性的 因為在早前就是用CD player嗎 對 然後突然之間變這麼小的一個 然後戴在手上大家都覺得很 很吵 對 然後一定要用白色線的耳機 對 大家就可以知道你用了Scibar 對 突然之間就懷舊起來 然後也變到現在的iPhone16 例如說你們現在手上已經拿到了 有特別感覺嗎 特別感覺嗎 必須老實說我們身為果粉 就是這種新產品出來 還是會有點興奮感 但是在興奮感慢慢退去之後 就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還好 就升級的部分就是 不算太多了 但是可能對我們做影像的人 這也是幾個升級的重點 他拍照 他多了一個拍照的鳥 對 那還有加上裡面這個照片 可以調整他的攝影風格 對我們喜歡玩相機的人 就覺得說我們可以去調萊卡色調 富士色調 就想要去玩 那另外就是我們拍片的時候 如果要拍產品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要拍得慢一點 就手可能會抖的話 然後像有一個4K120的 一個拍攝的規格可以讓我們用 比如說我們這樣慢慢拍一個 片花什麼帶過去 然後事後他就可以放慢 放慢看起來就會很穩定 然後這也是首次有這個規格 做在他們上面這樣子 對我們也覺得還蠻好用 所以沒有達到你們原來的預期 但用起來也覺得還好 有一些新鮮感就對了 應該說我最大的 我覺得比較喜歡就是 這一次的處理器 跟他的散熱做的比較好 對 那我覺得用iPhone 我喜歡用iPhone 有時候用戶長時間用起來的話 因為我們買手機都要兩年 三年四年才換 那如果這個穩定性好的話 我覺得對長期使用的體驗 是比較有加分這樣子 當然本集呢 蘋果並沒有任何的置入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這都我們自己買的 沒有這我一直有一個好奇啊 就是說你剛提到果粉的兩次 因為我不是那種就是 當然我也是使用很多他們的相關產品 但我一直很好奇 果粉的這種身份認定 有的時候在網路上 就感覺起來果粉 好像會跟Android系統 會有一種壁壘分明的感覺 然後各有其主這樣子 是為什麼這個品牌的吸引力 會強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可能講到蘋果的這個品牌行銷學 應該是好像蠻多人都想研究 到底他們怎麼做到這一點 對 就讓這麼多用戶 對他們的品牌的形象有這麼的 這麼高的忠誠度 對對對 那其實這也是很多品牌 很好奇的 我們私底下也會有廣告公司 跟公安公司來問我們說 為什麼做蘋果的品牌 可以這麼簡單 他們每次發表會玩的時候 店裡總是滿滿的人 那其他品牌很努力都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值得去研究的地方 你自己覺得的 你有那種感覺就是蘋果 果粉跟就是壁壘分明這種感覺 壁壘分明我覺得其實在網路上 會比較有這種感覺 會齁 對 但是我們最近其實有做一個新的內容 就是我們去街訪 我們在外面去訪問 我們現場碰到人 因為網路上有時候大家的可能情緒 稍微急一點 對 但你現場碰到人的時候 發現大家其實都可以去討論 為什麼他選擇安卓或是選擇什麼系統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實生活中 沒有那種對抗的這種感覺 就大家其實就是都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有感覺有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喜好 或是對品牌的忠誠度 會有一些不大一樣的選擇嗎 我必須說就是進來幾年的話 不管在台灣或是在美國看到現場 其實年輕一代對蘋果的產品是 蘋果的產品對他們是更有吸引力的 更有吸引力 對跟他們品牌形象上就是 針對年輕的族群做得非常的成功 對 所以回頭來講到另外的品牌 就我剛才提到的 前段時間跟蘋果 iPhone16幾乎是同一時間推出的 華為那個三折疊手機 你也有一點接觸嗎 有一點點 對你有實際上看過實體機嗎 沒有實際看過 就是只有看到網路上在討論發表的這些部分 感覺對你來說會有特別吸引的地方嗎 特別吸引的地方我覺得應該就是 第一就是他們第一個三折疊的量產機 對 其實相似的機構先前三星有展示過他們的概念機 只是真的量產是華為第一個先做出來這樣子 那我覺得摺疊機就像三星已經做了大概第六年了嘛 分成兩個一個是上下開 對 一個是左右開 那左右開 我覺得華澤這個是比較類似向左右開 可是它因為三折可以做得更大 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兩個裝置變為一個裝置 手機跟平板 對 就讓它合起來變成比較容易去攜帶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樣的產品多少一定是有它的市場吸引力 但是我們自己使用摺疊機後的感想是覺得說 摺疊機要到非常實用 我覺得它的軟體其實是更重要的這樣子 所以不是在那個硬體本身 我自己的感覺 對 所以你來看他們這次出來之後 大家的反應你會覺得意外嗎 例如說剛才我漲了 原來黃牛架一下炒得這麼高 然後後來掉又掉得很厲害 然後甚至好像後來我看到新聞也在說 可能是在中國市場 大家就還蠻關注的 有時候在網路上雖然存槍捨戰 但實際上市場反應是如何 就發現iPhone16賣得也超好這樣子 超好的 就是身體是誠實的 身體是誠實的 講歸講 對 所以你實際上看到 例如說華為他們自己手機的科技的進展 你會覺得它的優勢在哪裡嗎 或是它的隱憂在哪裡嗎 這邊好像優勢跟隱憂好像是一起發生 譬如說他們的隱憂 對對對 就是因為被制裁被限制 然後中美的抗衡 然後反而迫使他們 有人是這樣講的 是說他們找了另外一個新的戰場 比如說他們的晶片上面 現在就是被鎖在 他們不能買新的光刻機 晶片的製程大概被卡在現在的一個階段上面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怎麼在其他地方開新的戰場 那我們就做出一個三折疊機構 可以吸引很多市場的目光 是史上第一台真正量產出來的機器這樣子 對對對 但實際上真的說很讓大家覺得眼睛為自己亮 倒也沒有真的這麼厲害 是不是這意思 因為它在技術上層面就是被卡住了 對對對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如果真的去講這個 我們現在使用手機的層面的話 我覺得處理器非常重要 因為未來我們這些AI的應用上面的話 其實你處理器效能能做到怎麼樣 或是真的能發揮到這樣 其實跟它現在在的製程的進度 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華為目前其實就是被限制在那個地方 那光硬體上面 我覺得去做成三折疊機 當然是有它厲害的地方 但實際應用上面 它能不能真的比iPhone整個生態鏈系統結合起來 或是Android整個生態鏈結合起來還要的廣 我覺得這個就還要再 還要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對對對 所以你這就提到 我一直覺得很好奇的 就是說因為確實就是地緣政治的關係 有很多技術上就是被限制住了 所以會不會在中國自己的消費性3C的市場 它會完全就是走一條 它逼不得也 它只能走一條自己的路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觀察市場的時候 就不能夠用同樣的標準去觀察 中國市場跟其他市場這樣子的 好像說兩邊都有自己的平行世界 去看別人的東西了 那我覺得就盡量跳出來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們太有這種觀念的話 可能就會誤判別人現在進步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不管是從以美國為本位的角度去看 或是以中國為本位的角度去看 都可以比較理性的去看說 別人現在到底進步到什麼地方 那這樣才可以真的去想說 我自己要怎麼樣才不會 才能維持自己的競爭力 不過老實說我自己沒有 完全沒有接觸到中國品牌的這些3C 我不曉得他們現在到底進步到什麼地方 你們自己有覺得很驚豔的嗎 三者你有覺得很驚豔嗎 我其實是還好 你覺得還好 我也怕這樣還好被他媽媽 我是覺得還好 對對對 因為它的道理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螢幕 那應用上面有沒有因為這個三者 產生出什麼很革命性的用法 那中國的廠牌 其實我們目前接觸的也稍微少一點 可是我們都隨時在關注說 他們現在手機進步到什麼程度 你覺得它優勢在哪裡 價錢嗎還是還有別的嗎 就是自己市場 自己內需市場的龐大 還有他們的追趕速度非常快 在硬體規格上面的追趕速度非常快 很多中國廠牌他們 比如說旗艦機來講 可能一年出兩次 對可能對比像三星跟蘋果一年出一次 他們可能會一直說 現在有新的什麼鏡頭 新的感光元件 他們就先用上 就不會等一年周期 所以追趕比較快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比較存在硬體的層面 那軟體的層面像我們作業系統 什麼的的話 華為現在有要自己製成一個 對我好像也有看到新聞 他們現在要做一個自己的 叫做鴻蒙星河 對對對 叫做Harmony OS Next 然後就是完全脫離Android的系統 就是也不是Android系統 也不是Android 然後要建構一個自己的生態鏈 要有自己的App Store 自己的這些商店 然後找開發者過來 把這些可能他們本地在應用的App 都通通轉過去 哇 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對啊 是蠻大的野心 所以某方面也是因為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讓他們可能說 我一定要殺出一個自己的路 所以是完全獨立於 不管是Android或是微軟或是蘋果 全部它自己完全打造一個 對對對 那他們說國際版本還會維持 現在有一個 有點類Android的這個鴻蒙的系統 對 但是對國內的話 他們現在就會開始 慢慢轉成一個自己的系統 你看好這樣的做法嗎 好多層面來想 因為中國 因為他們土地這麼大 人口真的很多 你說他們完全就說 我不管世界的市場 我就是管我靠我自己的內需 就要建構出一個自己的生態鏈 然後再加上他們政治上其實 也某一方面可以去幫助 去推進這一點 那我覺得他們要製成一格是有可能 但是如果要對外抗衡 要走得出去的話 那同時對外有iOS 有蘋果 有Android 有Windows 那這些都還是以美國為出發點 對 的這種系統 那第一 美國會不會讓中國的系統出得去 嗯 對不對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的盟友什麼大家 因為你們都不能用 對 或是說我們美國的開發者 你們都不能幫他們去開發 那可能 他們可能會做出相對的這些 對應的方式去抗衡 所以如果 單純從中國國內看起來的話 是有機會啦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抗衡 就是說你也要出得去嘛 在外面的世界 也要跟他們可以對抗的話 我覺得就要再看下去 對 我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而且你說其他的 不管是Mac系統或是Android系統 還是有一些互通性嘛 對對對 但如果你完全跟其他世界都不互通的話 別的消費者再使用此來 覺得很不順手的話 你也不會喜歡啊 如果說鴻蒙想要跟他們有一些串聯或是互通的話 那會不會要美國那一方面的企業要同意 就是美國政府要OK這個部分 那個真的就是很難講 對 互聯證 尤其現在在這個格局之下 對 我們剛剛在講到 有的時候在硬體上面 好像明明想給大家一些亮點 實際上在軟體有時候又很難突破 那回頭來講這次iPhone啊 我其實不是這麼一直焦點在這些 到底有什麼新的技術的人啊 我就會覺得怎麼看一看去都差不多那種感覺 然後我每次看到新聞曝光的啊 好像就是在鏡頭啦 開照啦 大概就是這些 你已經很久沒有用 哇 這個很厲害 哇 這個很棒這樣子 蘋果雖然現在講AI 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對 就是這次也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也還沒出來 對 所以你們自己這樣子研究一下 有沒有一種感覺到iPhone已經到16了 從最早到現在 發展一路過來 已經到了一個天花板的感覺 多少少我覺得有 然後我覺得整個手機市場 好像也有到這個地步的感覺 好像每年的驚喜感越來越少 像我開始喜歡蘋果開始啦 就第一個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iPod 它在2021年的時候出來的 那就是非常顛覆性啊 整個顛覆市場 顛覆整個文化 這個行動裝置的音樂市場全部改變 然後到iPhone 2007年 所以中間的隔離時間其實沒有那麼久 然後你想2007年到現在的iPhone 已經十幾年 16 17年了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中間這個驚喜程度 中間的變化程度 對比當年 當年蘋果好像格格兩年三年就有一個驚喜出來 現在就比較少一點 對 從消費者的角度你覺得你能夠想像它還能怎麼驚喜嗎 就是它還能夠怎麼突破嗎 我覺得AI如果結合進去之後 那如果AI的功能應用真的改變我們使用這些行動裝置的習慣的話 那我覺得它才有可能有比較大的這些變革出來 以我們現在的了解就是蘋果其實多這顆按鈕 我們認為它主要的目的是AI 就是拍照的那一個就是按鈕 拍照的按鈕 那其實他們在發表會裡面有提到就是說這個將來會結合他們的AI視覺辨識 對 就是直接讓它的鏡頭你按了這個鈕之後它就開啟它去看你這個世界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商店你看到一個寵物你看到一朵花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AI鈕去問它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餐廳的評價怎麼樣 那在這個的時候它可以讓你選擇要連接的是ChairGPT或者是Google 其他的想像講一個最近的新聞就是OpenAI 他們一直有想要做自己的硬體 那最近紐約時報傳出來的新聞是OpenAI的創辦人 跟前蘋果的一個傳奇設計師叫做Johnny Ive 他們正在一起合作開發一個新的硬體 對 那據說是一個全新為了AI所打造的裝置 那 所以會完全一個新的議題 然後裡面搭載的這些可能是APP的會是AI的什麼 就是以AI為出發點這樣 那其實Sam Wallman前前跟郭台銘也有去見面 所以就很多想像的空間就是說它好像對這個方面一直有想要 打造出一個自己的硬體出來自己的裝置 對可是你這樣就跳脫iPhone了對不對 就可能還會出現一個新的東西 我覺得對真的要有革命性就是比如說像現在的手機市場很像 當年智慧型手機出來錢對不對 就是每個廠牌都每一年就是裝個新的相機啊新的什麼 對不對就這種感覺 然後畫素啊什麼的 畫素再多一點 對就實在是沒有什麼其他讓大家覺得很特別的了 對就除了當年iPhone就是一出來就把整個規則都通通改掉 那我覺得現在可能就要等一個這樣的一個裝置出來 才可以讓大家有比較大的一個 一個興趣 對對 雖然這樣講 可是它價錢還是越來越貴 對 也通膨嘛 所以這個也真的上來 也通膨關係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自己在觀察也真的覺得是到了一個瓶頸欸 對對其實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今天在聊的時候才剛剛講到最新發表的那個是Meta Meta 對 祖克普他就有一個發表會 然後就是給大家看他那個眼鏡 沒錯 因為我們有特別注意他的他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命名啊 他有講那個Orian 你有看那個眼鏡 我有看那個眼鏡 你覺得眼鏡有可能是要取代手機的彈品嗎 那眼鏡我們先講 他的眼鏡真的如果大家還沒看的話 我們說不定到時候可以把連結貼在節目視頻 大家回頭去看一下 因為看起來真的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對 然後其實不是很好看的 因為他的框有點粗 可能在技術上的關係 有些東西啊 或是晶片還是得要放在那個框邊裡頭 對 但是感覺起來能夠做到的事情 已經越來越像我們現在手機在做的事情了 對 然後當然我們沒有實際體驗嘛 他在那場發表會上 他就有拍一些人體驗之後的反應 像黃仁勳也有 對 對不對 大概之後每個人就 這樣子驚呆了 這樣那種表情 對 其實我也蠻訝異他這麼快就做出來 而且把他塞在相對而言算非常小的一個 一個硬體的空間裡面 對 說電池這些投影機 所有的這些感應器全部在裡面 而且他 你覺得技術最難的是什麼地方 他們突破了些什麼 我覺得譬如說像這個操作的部分 他們現在說你可以配合一個手環 手環可以去感應你的手的動作 滑動的動作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用手觸控 我覺得這麼小的裝置 他要去精準的判斷你的手在什麼位置 去抓到那個東西 我覺得有點難 因為蘋果他們自己有出一台 對 就非常大的一台 對 外面有非常多鏡頭 要判斷你手的位置 那其實那個蘋果做的是真的非常非常棒 就他整個軟硬結合真的非常的完美 那個你自己有試過 有 我們有買一台 就是回來玩 但是就這軟硬整個非常的完美 但是這麼大真的沒有什麼人會帶出去 因為他內容是 裡面是一個螢幕 所以你其實是看不到外面的 其實看不到外面 跟Meta那個是真的眼鏡 真的看出去 對對對 然後這個螢幕你其實眼睛非常容易累 我們大概一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眼睛就會非常的累 他重嗎 他也重 也重 對對對 然後你還要外掛一個電池 因為只可不可以講 就說你看你這個眼睛還不能夠超光 我印象中一百公克的樣子 這樣大家才有意願可以長時間帶著 對對對 所以實際上他克服了很多困難 就技術上的困難 我覺得技術上 對 還有他的軟體整個現在看起來 因為我們也只能看到別人試用的體驗 看起來真的是做的還蠻好的 但未來這AI裝置會是以眼鏡穿戴式的裝置存在呢 還是其他的方式存在 我覺得還非常難難講 但是眼鏡我覺得會是一個蠻合適的方式 有時候不想跟外界的世界太多的一個倔疑感 那我覺得眼鏡這個東西讓你可以隨時看到別人 那同時你需要的介面又可以在這個畫面裡面出來 我覺得是還不錯 是有可能的 蘋果也先前有一次消息說 蘋果也要這樣做 對對對 他們其實最終的方向是希望往這邊走 但是就是等現今的技術要去克服 就是電池收到那麼小的情況下 然後處理器 怎麼樣可以補耗電可以維持 那麼比較長時間的使用 然後隨時就可以帶走 我覺得這個是要慢慢去克服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其實各大廠 你看他們好像就是默默的都在下面 溫水清挖室的那邊 好像在醞釀一些什麼東西 對對對 然後市場上都好像非常期待的感覺這樣 實際上他們都都在搶占先機 就是不知道誰會先怎麼樣 真的 因為其實Google很早在十幾年前 就有做一個類似的東西出來 Google Quaset是 對對對 那有點像是後來大家覺得不是很成功的產品 對我覺得可能太太早了 如果現在看起來 或許就覺得還蠻厲害的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是這個東西還不錯 但時機點不對有可能 因為他們也準備好了 我覺得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他們也有 所以我覺得可能蠻快也不只蘋果 可能看到Google也會有做相似的東西出來 嗯嗯 其實我剛剛講很多事情都可能台面下默默在做 默默在這個努力著當中 然後就看哪一天食貨店 你把它嚇一大跳 就是在市場上又可以搶占的陷阱 沒錯 你現在看起來我們所知道的這些品牌 哪些是你覺得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我覺得在科技 科技財业市場啊 一個品牌再怎麼大 說一下子掉到後面去就整個就看不見了 突然就整個翻過 對 對 有可能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我是自己會私心蠻期待 OpenAI吧 因為我覺得畢竟他們現在在AI上面的技術掌握到算是最前面 我覺得AI這東西或許就是有一個難處就是你要很顧及道德 對 所以這部分你會覺得需要觀察啦 會需要觀察 對 那幾個大品牌你現在覺得如果是你的話你會特別觀察什麼樣的面向 我自己可能是果粉 對蘋果還是蠻有信心的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次這個LR的推出 讓我感覺到他們應該算是近幾年 近10年最有亮點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它可能有點太早於它的時代 但是我實際用過之後 我真的覺得裡面它軟硬整合的這些細膩度 介面這些整合起來的這種完美的程度 很有當年就是當年蘋果的味道 真的啊 對對對 我記得一台不便宜 一台大概十多萬 十萬左右 對對對 你現在還有在用它嗎 現在其實沒有在用它 對對對 用它是用它來打電動 沒有我們其實 我主要就是去體驗它裡面整個介面 他們設計的這些UI設計的邏輯 然後操控起來的順暢度怎麼樣 我覺得因為很難去想就是說 你其實看到的東西是一個螢幕 撥給你看的 但是你的手卻可以非常精準的去操控它 而且它操控它是不會讓畫面跳來跳去 就很蘋果的感覺 一切都非常的滑順 然後一個介面浮在你前面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側面去看它 它有一個那種毛玻璃的那種透感 所以這個我覺得非常多的細節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生態系統的整合度很高這樣子 對它可以現在就可以跟它的Mac做串聯 那再來他們的其他的這個其他所有裝置 像他們的iPhone什麼都蠻期待他們有更多的結合這樣子 所以蘋果你還是覺得值得期待 尤其是他們也是有點像是穿戴裝置 對因為我覺得這部分硬體的方面要克服需要時間 就是這些代工廠什麼這些成本要慢慢的降下來 可是最難的軟體部分 我覺得蘋果已經做到非常非常好 就他們軟體已經先到位了 那我覺得硬體的部分如果等大家開始投入這個產業之後 那自然它的生產成本就會慢慢慢慢的降 就它整個iOS的系統 反正就是在那邊等著了 對對對 我覺得它已經先把軟體做得非常 我自己覺得啦 就非常的到位 那其他幾個大廠 除了OpenAI當然還有Google 講一個就是最近那個Notebook LM 喔LM 對對對 其實當發表會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一個譬如說學校的教材 就輸入到它的這個系統裡面 然後它就會自己去學習 然後就會生成一個東西是兩個人語音對話 而且他們語音對話非常自然 那所以你上課就變成說你在聽兩個人在討論這個題材 喔 然後是講得非常的自然 然後你可以隨時去插話 說你剛講的那一段好像我聽不太懂 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所以這是Google自己的AI模型 對對對 然後專門針對這種學習方面的 對對對 我自己看到這個部分我覺得還蠻驚艷的 它跟OpenAI又是不太一樣的 又不太一樣 他們自己轉的一個 他們自己的 對 對 那你也覺得這個部分有可能說不定結合到他們自己的硬體裡頭 我覺得Google現在感覺起來就像他們他們團隊分成非常多 不同小區塊 然後大家都同時在進行這分開的部分 那我覺得他們最後可能要想的時候把這些東西全部結合在一起 對對對 他們現在都在分鏡 還不知道要跟合計 我覺得就是他們的文化好像就是這樣子 就大家可以自由的去發揮 但是有的時候你會看到說 這邊發表的東西好像跟那邊沒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你又覺得說好像同樣是用AI為什麼差別那麼大 可是我覺得他們他們公司的文化就這樣 那可能未來他們看怎麼把它整合起來 那他們的硬體你覺得有什麼特別需要觀察的嗎 他們的硬體我只知道他們那隻手機 Google Pixel 對 Pixel 而且是台灣團隊設計的嘛 真的喔 好像聽說明年 這可以講嗎 他們處理器好像要換到給台積電代工 所以也蠻期待這個部分 Meta就是觀察他那個眼睛對不對 對 可能會想說Google在這個AI裝置上面 他們會往什麼方向走 OK 對我們看到蘋果現在覺得說 我們用iPhone結合我們AI 可以用一個鈕去讓他做這個AI的視覺辨識 對 那就有點像那個電影那個雲端情人 喔 就是這種感覺 對 但是可能還差很遠 就是他的概念大概是往這個方向走 對 那如果Google現在其實他們也有結合這個東西進來 他們叫做Gemini Live 這樣子 對 有結合這種視覺辨識的東西進來 所以看起來這兩個廠都有在往這個方向 那只是說在進入再下一個裝置 你剛說是眼鏡啊 還是一個隨身佩戴什麼AI裝置 或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 我目前還不太敢 還不敢完全決定 對對對 其實三星自己硬體研發能力也非常強 他們的造效好像一直真的是很強 對 對 所以他們如果 我覺得說有一個一家公司要做出一個自己的生態點 其實三星也是很有很有實力啊 因為他們也是可以請全國的力量來跟資源來做 對 對 不過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說你自己有感覺 現在手機整個硬體的發展好像還是到了一個天花板一個瓶頸 你會想像在五年之後 大家還使用像這樣的手機嗎 或者是說五年之後 走在路上大家會怎麼樣 每個人都戴個眼鏡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開始他們導入這個AI東西的進來嘛 那我們以前 比如說我們以前剛開始有電腦的時候要寫扣 對不對 要用扣去跟電腦去做溝通 後來Windows Mac出來 他們把它做成一個我們可以理解的一個介面 用滑鼠就可以去操控它 那就變成一個基本技能 每個人都會 然後生產力越來越好 我覺得進入到現在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就譬如說它功能真的很強大 然後隨身可以攜帶 可是我們手機裡面可能隨時有幾百個Apps 對不對 然後每次想到什麼功能的時候 我們要去開那個Apps 然後想到什麼要去開 它是很切割性的 雖然它很強大 可是我們做很多事情的時候要很分散的去做 對 但是如果AI現在進來的話 它理論上它可以變成一個更好 幫我們跟這些功能去溝通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蘋果他們在發表這個AI theory 理論上你是可以跟他說 譬如說上禮拜我小孩 我收到一個email 我女兒的老師說她沒有做功課 然後我在想說 那我要去看我女兒的 可能上禮拜二的時候 到底她在手機上幹嘛 因為我們系統都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家人的手機 他們花多少時間在哪裡 那如果她真的都沒有在做功課的話 就知道她可能在偷偷看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限制她的時間 可是我現在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我要先去找 我要過很多關 對 我要找到這個email 她會怎麼講 我去找不看 她帳號先綁定 綁定什麼有的沒的 對 那理論上這些東西在系統裡面 如果她資料全都有的話 我就跟AI講就好 我說我女兒上禮拜沒有做 你幫我看她是不是真的沒有做 那如果真的沒有做的話 幫我把她的使用app的時間限制在三分鐘內 然後跟她講說她再不聽話 30秒之後她又會爆炸 對對對 然後你可能講這句話 她的AI速度就直接幫你處理好 就可能手機裡面幾百個app的功能 她就可以直接幫你去 幫你去用 幫你去做到 就不用再一個一個開 我覺得這個才 這個才是我比較短期期待 他們現在AI可以幫我們做到的地方 對 那如果就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可能使用 我們大家使用的手機型態 就會慢慢的變了 嗯 可能就不用再那麼多app 都是分割那麼多功能出來 所以手機拿起來之後 可能就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電池比例 你是這意思嗎 就可能還是有 可能我們可能操作 應對的方式就會很不一樣 就是用它的方式 手機拿起來 大家其實拿來照鏡子用的 照鏡子用 或跟大家講一講 我剛剛講一講的是什麼 OK 所以我下禮拜想去什麼地方吃飯 然後幫我問我媽媽 星期二的時間怎麼樣 然後問我爸爸怎麼樣 她就直接都幫你先問吧 聽起來好像很方便欸 可是等一下你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自己打電話 跟你媽問一下呢 就問吃飯段 你也可以問她好啊 對對對 就是我一直說有的時候 想像那個使用場景 因為你剛才講到 雲端前的那部電影 我那時候看到那部電影的時候 我其實就覺得說 因為那是好久以前了 八年左右吧 滿一陣子 對 所以那時候看沒有感覺 你現在再來看 你就覺得細思極恐欸 人跟人之間互動真的有可能會變成這樣子嗎 或人跟機器互動跟AI之間的互動 那個到底是一個 這又進入到比較哲學倫理的討論嘛 對 那到底是一個所謂的進步嗎 或是人跟人之間關係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欸 對 我當時看的時候其實就馬上很震撼 因為我就覺得太有可能發生了 因為如果 因為他是一個AI助理 他基本上沒有任何自己的情緒需要去處理 對 那如果我們人可以碰到另外一個對象 他真的可以完全只照顧你的情緒 那會不會我們人也會很自私的覺得說 欸那這樣我幹嘛要再去迎合另外一個人 就是真正的人 對 我覺得就蠻像你剛說的這個 對啊 可是人跟人之間互動有的時候還是需要一點 我覺得還是需要 對 需要一點 你說彼此拔河也好 對 或是完全不是順著我的意義 但是是我們可以溝通也好 對 那總比欸 是的好的 然後他就去做了 那個感覺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當你已經分辨出來 他是真跟假的時候就還蠻有趣的 這就是我們這時代Mini的問題 對 對 你剛剛一開頭 找到你第一個使用是iPad mini這種嘛 對 你從CD player到iPad mini的完全就是兩個東西了 兩個世界 對 可是以iPhone來說 從我第一台使用的iPhone到現在iPhone 可能顏色不一樣啦 鏡頭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不一樣啦 尺寸不一樣啊 但基本上他還是長得差不多 你實際上在上面做的事 也一樣 對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看好了 看五年之後會不會一個 什麼東西 然後大家都拿在手上 跟我們現在拿的是完全不一樣 就蠻期待的 我覺得其實還是有可能 因為現在變化太快了 對 咻一下之間的 然後就進入到下一個世界的感覺 對 最先且期待的數量就是眼睛了 我覺得應該蠻有可能的 對 好 大家如果對於蘋果爹的頻道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就直接上網Google 蘋果爹 就對了 謝謝 那通常都是一些開箱為主啦 開箱 然後我們也會拍一些 我們也會拍什麼車子啊 車子啊 就是我們也會去玩一些電動車的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搜尋蘋果爹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蘋果爹的follow也麻煩搜尋一下 我們新聞幕後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新聞幕後聊新聞 聽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我們節目每個禮拜二五更新上架 現在各大平台都可以聽到我們節目 喜歡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聊新聞 歡迎訂閱分享 並且給我們一些五星評價 那我們現在有粉專有IG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回饋 同時也歡迎廣告商務合作 聯絡方式我們一樣都會留在節目資訊欄裡 感謝大家收聽 感謝蘋果爹進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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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